这个后来真的 那个丹妮林林私信牧师 专程从芝加哥 飞到密西西比 在我们神社院给他实习 信主以后 我觉得我们家的生活 或者我自己的生活 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我想说我和先生之间 以前我们俩那个争论争吵 就是不管是彼此 个性上的缺陷 还是说外界的各种环境波折 就让我们家争吵很多 而每一次争吵很伤感情 谁也不让谁 我想我信主 其实我很不愿意承认 就是我受远的民影响 人家可能去很多地方传福音 很多人也有受一些感动 或者说能认同他讲的一些东西 也可能有这种情况 但是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 有名是让我在信主的过程上 怎么说呢 他越说我越不听 就是很那个相反的 一直到信主的觉知 比如说我不愿意告诉他 也是有心理这个原因 但是我想还是无心中 会受他的影响 他以前是特别暴躁的一个人 就是有稍微有点不高兴的事 这件事是很不值得的 他都会把东西都给摔了 摔就什么东西最好的东西摔什么东西 我都觉得没法做这日子 经常是这感觉 信主以后他真是他这个 他真是没有跟我发过什么火 我觉得哪怕有的事我是做错了 就是他就比较忍耐 这个方面就给我挺大的思考 我就想可能就是 就是要不是那种超人的力量 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你说他父母告诉他怎么样 他就能做到吗 夫妻之间的不好的事情 是非常明显的 好呢就好在日常生活中 没有特别明显的那个事情 那个就像那个托斯泰说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觉得我们都信主之后的那种幸福的感觉 主要是表现在我们都 怎么说呢都认自己的罪 就是你做什么事 要是不对的时候 心里面会责备自己 所以在夫妻关系上 真是觉得越过越甜美 然后一直到远德明 我们到十年十周年纪念的时候 远德明就说觉得这么多年 过得没有像现在这么平静 也这么心里面很甜美 我们团体的小孩子不用大人去看的 我女儿自己去看了 真的是 这个她带孩子 她在今年才不到十岁 但是竟然就看那么一帮小孩子 非常好 有一次我跟我太太 我记得是三年以前 我们刚到洛杉矶 我跟我太太又争吵了几句 我女儿悄悄上来 递给我一个纸条子 我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 Are you a question? 你是基督徒吗? 我一看 我马上脸就红了 我马上就不跟我太太吵 我自己跑到屋里去 关上门 跪下来祷告 我真的感谢上帝 让我的女儿也这么样的懂事情 而且我想这是圣灵的工作 使我们全家能够都在一个灵里头 六四之后我跟很多的流氓者一样 我们心里边都充满了怨恨 当时甚至我们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这一辈子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仇恨的阴影 直到今天 我知道很多民运的朋友 他们还没有摆脱这个仇恨的阴影 我现在不能回去 我现在在海外所做的工作 这就是把中国的文化历史 和我们所信仰的上帝 结合起来 而且我坚信了上帝一直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 有他的影子 有他的作为 有他的痕迹 那么将来有一天如果中国开放了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去 我太太也说她会跟着我回去 我想回去以后 就是做一件事 就是对中国人的灵魂说话 就是把上帝的爱 能够传达给中国人 我想那个中国大陆的人心非常欺负 我相信这一点 只要我们回去 把这个真情实况 真正的一讲清楚 我相信 那个相信上帝的人 比在美国 比在海外还要多 一定有这个幸福 光明在这里 真明在这里